林青霞与秦翰苦练20年后劳艳纷飞 林青霞在刚出道之际 在拍摄窗外时认识了英俊儒雅的男主秦翰 两个人随即合作了多部影视剧 饰演迎廷里面的情侣 他们两个人也因戏生情爱的轰轰烈烈 面对林青霞的美貌以及气质 已婚男人秦翰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而林青霞在得知秦翰早已跟少乔英结婚并有了孩子 当时也有逃避这段感情的想法 但是由于市场的需求 两个人一直合作文艺篇 可是这种三人形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了 很快引爆点就来临了 1979年林青霞与秦翰合作的 彩霞满天中的一张结婚照传出 随之被一些媒体用来大肆报道 当时的报纸上铺天盖地 都是秦翰要取林青霞的消息 不安事事的林青霞第一次知道了 人言可谓这四个字 一时间林青霞成为了 插足秦翰与少乔英婚姻的第三者 事业以及个人形象都跌入谷底 样样皆不如愿地 他远赴美国疗伤 此时还在台湾的秦翰 也下定决心与妻子少乔英离婚 然而就在美国期间的林青霞 始终等不来秦翰的承诺 由于秦翰临无微不至地照顾 以及热烈地追求 最终在一时冲动之下 选择与秦翰临订婚 就在订婚礼开始前 林青霞面对着秦翰临 流下了不甘心的眼泪 眼看林青霞的内心 始终装的都是秦翰 这边的秦翰临也不想勉强 可是两个人面对成群的记者 以及好友 取消两个字怎么都说不出口 这段婚姻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 就在一年以后 情深义重的林青霞与秦翰 在穷瑶的撮合下就情复燃 复合后的两个人 对于未来充满了憧憬 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这时候的林青霞 是非常渴望婚姻的 可是秦翰一直没有表示 或许在他的心里 还有着一些想法以及顾忌 痴情的林青霞 还是对于这段感情 抱有幻想以及希望 就这样两个人 在这段感情中渐行渐人 就在199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成为了压垮他们的 最后一根道道 那年林青霞在拍摄 新龙门客栈时 被见射伤眼睛 回到香港休养的 他希望秦翰来探望他 没想到电话那头的秦翰 说机票前谁出外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 林青霞的情绪 两个人在勉强相处了 两年后黯然分手 回望林青霞与秦翰相恋的20年 兜兜转转分分合合 却依然触及不到甜蜜的婚姻 让无数大众为之惋惜与遗憾 只能说两个人的爱情 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最终难以修成正义 那么关于林青霞与秦翰的感情 你怎么看待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